今天是一节弗利克 主要是讲Python列表的应用 下面要看第一点 内置列式的方法 它是返回一个列表 参数是可迭代对象 里面输入内容 还是保持着 传入着可迭代对象的元素和顺序 下面我们在中段上看一下 首先我建立一个字符串 对象ASD 然后我传入变量A 它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里面的元素顺序和字符串的 里面的元素顺序是一样的 下面我再传入一个元主 它里面的元素和顺序是一样的 接着我们传入一个数字 你看它报错了 因为数字它是不可迭代的对象 我们讲一下第二个知识点 以置论据和论据的具体区别 首先看一下以置论据的用法 它有三个参数来定义 开始结束和不长 如果不长是省略的话 它是默认是等于1 它生成的是一个以置论据对象 下面我们进行中端看一下 首先我定一个以置论据对象 复制给变量A 然后我输出一下以置论据对象 为了方便对比 我再新建一个论据对象 复制给变量B 然后再输出一下变量B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它返回了 其实是类似一个生成器的概念 这个以后我们会讲 第二个的话 它返回是一个列表 但是我们都取第一个元素的话 假设我取以置论据对象的第一个元素 再取论据对象的第一个元素 它们的值都是一样的 下面我们讲一下 论据方法和以置论据方法的区别 论据方法的话 它是直接生成一个列表对象 以置论据方法的话 它是生成一个以置论据对象 它是一个类似生成器的概念 以置论据方法的用法的话 它主要是用在下面两个点 第一个是 当我们需要操作一个非常大的数据 而且内存比较湿起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以置论据方法 来生成以置论据对象 这样可以省内存 第二个是以置论据方法 一般用在循环里面 比如说我们只需要操作部分的数据的话 而不是返回全部数据来完成操作 推荐可以使用以置论据方法 下面我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 以置论据方法和论据方法的区别 也是通过对比能够让大家对以置论据方法有个更深刻的理解 下面的需求是这样 就是从1000个元素里面 我们判断如果是等于10 那就输出这条语句 并且跳出循环完成操作 像第一个的话 它是论据方法 它是生成一个对象 包含1000个元素 其实内容是0到999 这个大家都清楚 而第二个的话 它是用的以置论据方法 它其实是在循环里面 每一次迭代循环 它只返回一个元素 所以说它真正判断等于10的话 它只需要输出 它只需要生成0到10 也就是包含11个元素的列表 这样的话 它就比较省内存 因为它不需要一式性的生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列表数据对象 现在我们讲第三个列表推导是在应用 上节课的话 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下列表推导的进入知识 这节课的话 我们通过几个例子 对列表推导的进行深入的了解 第一个的话 是取出一只一百的所有值的平方 现在我们进入中端模拟期来看一下 对于新手来说 列表推导的一个阅读过程和一个写作过程可能是比较深色的 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经验 就是你写或者读可以从你向外 然后从右向左的一个方法来进行写作 大家可以看第一题 我首先通过累计方法 生成一个一只一百的 包含一只一百的元素的列表 然后我再迭代每一个元素 接着对每个元素 进行取平方的一个操作 最后再生成一个列表 这样的话就是比较符合我们人的思维逻辑 像调题的话 也是可以这样做 比如下面的几个应用 生成的不只是数字 首先第一个是生成一个 自负创 也是按照刚才那个方法 首先的话通过 一只论举 生成一个一只论举对象 然后迭代每一个元素 接着通过站位符的形式 最后生成一个列表 这样的话就是输出了我们想要的内容 然后它的输出内容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三个的话是生成一个圆主 这个我们可以也操作一下 首先是生成一个 用略级生成一个列表 然后迭代这个列表 又另外生成一个列表 再迭代这个列表 我们再用原主的一个定义 最后生成一个列表 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内容也打印出来了 然后第三个是生成一个字典 然后第三个是生成一个字典 这个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主要是用了一个 dict的一个方法 dict的话 它是 也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操作 我只需要把它作为参数 它相当于是一个打包的一个操作 把第一个 把元素里面第一个内容 做为键 然后把第二个内容 做为值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概念 因为它是 比如说先读了这个 然后因为这个键是相同的 所以说它把它覆盖了 这个也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讲第四点 翻来覆去之在堂引用 前几节课的话 我们讲了一下对象的一个引用概念 这节课的话 我们重点讲一下列表的引用 也是让大家加深一下这个概念 首先我新建一个列表对象 并且复制给变量A 然后我把变量A 复制给变量B 这个时候的话 B变量 我们输出一下内容 它也是保存了这个列表对象的地址 我们可以通过ID来查看一下 先查看A的 然后再查看 他们保存的地址都是一样的 说明他们是指向同一个列表对象 然后我想修改 列表对象的第三个指 把里雷换成老丸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输出一下 变量B 这样看的话 它输出内容也改变了 说明列表可以在原地进行修改 并且再次证明 A和B都是指向同一个列表对象 下面我再进行一个删除操作 我删除变量B 我们再输出一下A A的话 删除B的话 就是减少了对列表对象的一次引用 现在是A这个变量 它引用了这个列表对象 下面我们看 第五小点 第五小点 小技巧之 再一删除 先看第一个 它是删除列表对象的引用 第二个的话 它是清空列表对象里面的元素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建立一个列表 然后把变量A复制给变量B 接着我删除变量A 再输出一下变量B 它还是保存了这个列表对象的引用 所以说它输出来还是123 下面我把变量B复制给变量C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C 我直接删除一下 用这个里面加一个冒号 再操作一下 C的话它是一个空列表 我们再看一下B 原来的B 它也是个空列表 就说明它是删除了列表对象 本身里面的元素